第518集 人参 现地抵达曹阳 陆宿在外 东城阳凤等 甲庄跟李等联合 而暗中派出使者到河东军 去招请原白波军的首领 李乐 韩仙 胡才 以及南匈奴又贤王去碑 全部各率部下数千骑兵前来 与董城 杨凤等 合击李等 李等大败 被斩杀数千人 于是董城等人认为 李等刚刚被打败 可以继续东行 24日 现地一行向东进发 董城 李乐 保护车架 胡才 杨凤 韩仙 与匈奴 又贤王 去碑 率军 作为后卫 李等又来进攻 杨凤等大败 死亡人数 比在洪农东剑时还要多 光禄勋 邓渊 廷渭 少府 田芬 大司农 张义等 全都被杀 司徒 赵温 太封 王将 魏魏 周中 司力 校尉 管 被李 俘虏 李要杀死他们 贾许说 这些人都是朝中大臣 你怎么能杀害他们呢 你这才作罢 李乐对县帝说 形势十分危急 陛下应该上马 县帝说 我不能丢下百官自己逃命 他们有什么罪呀 军队断断续续的在道路上连接有四十里长 然后到达陕县 于是筑起营寨固守 当时在大败之后 护驾的虎奔雨林卫士不到一百人 李 郭四的兵士绕着县帝的营寨大声呼喊 官兵们惊慌失色 都有分散逃跑的想法 李乐感到恐惧 想让县帝乘船沿黄河而下 经过砥柱从孟金上岸 太尉杨彪认为 黄河水路艰难 不宜让天子冒这么大的危险 于是派李乐乘夜渡河 秘密准备船只 举火把作为信号 县帝与公卿徒步走出迎战 扶皇后的哥哥福德 一手扶着扶皇后 一手挟着十批卷 董成派福杰令孙威 用刀在人群中开刀 杀死扶皇后身边的侍者 鲜血溅到扶皇后的衣服上 黄河地岸里水面 有十余丈高 无法下去 就用卷接成座椅 让人在前面背着县帝 其余的人都爬着下去 有的人从地岸上自己跳下去 把官帽全都扯坏了 到达河边后 士族们争先恐后地逃上渡船 董成李乐用长歌阻拦 船中堆满了被砍落的手指 多得可以用手捧起来 县帝这才上船 跟他同时渡过船的 只有福皇后 以及扬镳以下数十人 公羽和跟随的官员 百姓未能渡河的 都遭到乱兵的掠夺 衣服全被脱光 连头发也被割掉 冻死的人不计其数 魏魏 士孙瑞 被李杀死 李看到黄河北岸有火光 就派骑兵侦察 正看见县帝在渡河 就大声喊 你们把天子弄到哪里去 董成害怕他们射箭 就把被子张凯做围杖 进行掩护 到达大洋之后 进入李乐军营 河内郡太守张扬 派数千人背着米来进攻 以害 县帝乘坐牛车抵达安逸 河东郡太守王毅奉献私捐跟断筹 县帝全部赏给宫卿及随行官员 县帝封王毅为列侯 任命胡才为征东将军 张扬为安国将军 都持福节 享有开辅治辽署的权利 他们部下将领 竟相向县帝齐请官职 因任命官员太多 来不及刻印 以至用铁锥来划 县帝住在以荆棘为离的房中 门窗不能关闭 县帝跟群臣们举行朝会的时候 士兵们就趴在篱笆上观望 相互拥挤取乐 县帝又派太夫韩荣到洪农 跟李、郭四等讲和 李这才放走被他俘虏的宫卿百官 并归还了不少被掠取的宫女和御用物品 不久粮食吃光 宫女们全都以野菜野果冲击 十九日 和内郡太守张扬 从野王县来朝见县帝 计划护送县帝返回洛阳 但是护驾的将领们不同意 张扬就又回到野王 这时候长安城中无人管理 打四十多天 身强力壮的都四三逃命去了 老弱病幼的只能自相残杀 靠吃人肉度日 两三年间 关中地区不再有人的踪迹 居寿向袁绍建议说 将军的祖先几代都是国家大臣 世传忠义 如今天子流离失所 宗庙也惨败毁坏 我看到 各州军虽然表面上都声称是义兵 实际上互相图谋 并没有忧国忧民的想法 如今将军以基本平定冀州地区 兵抢马壮将士听命 如果您向西去迎接天子 迁都夜城 就可以携天子而领诸侯 积蓄兵马 讨伐不服从朝廷的叛逆 天下有谁能跟您对抗呢 尹川人郭土 淳于穷说 汉朝王室的没落为时已久 如今要使他复兴 不是太困难了吗 而且英雄豪杰纷纷起兵 各拒州军 布下人马动辄数以万计 这正是秦朝失其路 先得着为王的时机啊 现在要是把天子迎接到自己身边 一举一动 都要上表奏请服从天子 则自己全力减轻 不服从 还要蒙受违抗圣旨的罪名 这不是上策 居寿说 现在迎接天子 既符合君臣大义 又是最有力的时机 如果不能早日决定 必定会有人抢先下手 袁绍没有采纳居寿的建议 当初 丹阳人朱志 曾经在孙坚部下担任过校尉 他看到袁树 为政混乱 对待下属刻薄 就劝孙策返回故乡 去占据江东 当时 孙策的旧父武警 攻打樊能张英等人 一年多未能取胜 孙策便向袁树请求说 我家在江东地区 对人民有救恩 我愿意帮助旧父 去进攻横江 攻陷横江后 我便回到家乡 去招募兵马 可以集结起三万兵重 应来辅佐将军 平定天下 袁树知道孙策 对自己心怀不满 但由于当时扬州刺史 刘瑶占据趋鹅 会计郡太守王朗守在本郡 他认为孙策不一定能将他们击败 于是同意了孙策的请求 上表推荐他为 遮冲校尉 孙策率领千余名步兵和数十名骑兵出发 一边走一边招兵 到达丽阳的时候 已经增加到五六千人了 这时周瑜的伯父周尚尾 丹阳俊太守 周瑜率兵迎接孙策 并援助他军费和粮草 孙策大喜说 我得到你的帮助 一定能成功 孙策进攻横江 当力全都攻克 凡能张英 干拜逃走